人到中年没朋友 经常有人形容 人到中年以后会变油腻 其实啊 油腻还算好的 最可怕的是人到中年没朋友 这种没朋友 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 当你感觉特别疲惫的时候 当你感觉特别无助的时候 当你感觉特别孤单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打开手机 把通讯录彻底搜寻一遍 也很难找出一个 能马上来到你面前 与你共同喝一杯的朋友 多么无奈 又多么痛苦 人到中年 真的活成了狗 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吗 这是因为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过于追求人脉 却忘记了经营朋友之间 纯真的友谊 为了让自己事业拓展 为了让自己工作不愁客户 朋友处着处着 变成了人脉圈里的一员 而最初的情意和感动 却消失了 有人说 人到中年 朋友只有两种 一种是发小 一种是利益 这句话不无道理 活成中年 我们才发现 哪有什么推杯换盏 知心不患 哪有什么至死不渝 江湖义气 他那些作甚 说那些何必 想那些何苦 成年人的世界 实在无趣又无聊 除去了所剩不多的欢笑 多数的便是生活的挣扎 内心的拧巴 别人挤兑你 你也看不起自己 又一次次鼓励自己 最后不得已 便做了独行的孤狼 好与不好 自己知道 伤与不伤 无关痛痒 到最后 人到中年 便喜欢回忆过去 偶尔会回忆起 这么多年的同学 从小到大的朋友 和踏入社会 接触过的 形形色色的人 感觉像是 做了一场梦 很近 很真实 却无法触及 人到中年 说句实话 只有遇到自己 差不多的人时 才会偶尔聊一聊 句一句 比自己混得好的 肯定慢慢就淡了 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社会的现实 70年的中年人 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 也不想回家 见面打哈哈 热情的不得了 但真拿起手机 一百多个联系人 也不知道打给谁 谈谈心事 进入中年以后 圈子越发缩小 心灵越发封闭 唯一还坚持的 就是看书运动 偶尔发发呆 看云书云卷 日出日落 没太多的追求了 是啊 人到中年不如狗 没朋友好孤独 原来以为 这世间就我一个人 活成了一座孤岛 听了很多人的感慨 才发现 很多人孤独是常态 只不过喜欢平时 假装自己 逃离满天下的样子 但是 除了酒肉朋友 你会悲伤的发现 知己没有一个 老话曾说 天光无露水 老来无人情 其实就是说 人年龄越大 朋友交情就越来越淡薄 或许 人到中年 就是这样子了 朋友 对此 您是如何看的呢 在这里 是相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